这个应该是狂暴乱走吧 这个是 刚才那个技能是好像是狂暴乱走啊 这个技能的话是随机打目标啊 而且能打多下 但他不是盯着一个目标的 这个技能有优势也有好处 也有劣势啊 他的最大劣势就是伤害太高 会把自己弹死啊 而且的话这个技能本身啊 他的这个命中率不高啊 所以呢 也导致了 而且这个技能本身还有一定的不可控性啊 所以那个呃 原来使用能不多啊 这次是我第一次看到在比赛当中 而且是在决赛当中啊 用上的 应该是尾音选手的一个插手点 我们遇到这种情况啊 这个黑兔选手可能也是要仔细思索一番呢 到底是要如何应对 但其实去创重情况的话 如果你有五次镜啊 这种任务道具 还有的话 像这种决赛你可以用啊 五次镜用一套 他这个技能就绝对不敢放了 放了绝对把自己弹死 你看这这这波 这波的话可以说是重伤啊 当然也有好 由于他刚才没有吃到属性优势啊 也没打出会心一击 所以弹的伤害也不算太大啊 这一次性把这个黑兔的这个镜 二级镜全给他破完了 然后镜子被破除 双方现在打的还是非常的焦灼 虫都是被控啊 然后双方都 上方也都是不停的在靠镜子 看谁先缠住气啊 哇 这个下方学者的话 这个这一脚踹的很疼 哎 但是 但是被直接反杀 一次性全部回满 宠物再度被复活 控人的这一次也 攻击也没有控上 下方学者是宠物啊 而且还学了攻击特效啊 攻击 哇塞 哇塞 这个 这么 这要玩 哎呦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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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说是这个 呃 这个 出来混 吃的要还的啊 你这个突袭 两回合把对方带走 人家也是出席 单回所把你带走啊 这个 这个真是历史曾荣的相似啊 我们来看看 这个后续的比赛 好 比赛已经开始 那么这场应该是决赛啊 这个华丽营豹啊 对阵稳英 这个稳英啊 上来就是开始进攻 人物 这种宠物 那么他自身宠物被混 哇 我的天呐 这个 这个尾音的话 是被他自己的宠物 被混乱之后 自己的宠物给踹飞了 可以说是 可以说是 全场最 乌龙的一角啊 这个就能把自己的 这个主类给踢飞了 哎呦 我的天呐 这个 这个不知道说什么好 这绝对是 对方的间谍呀 这是 女人 我们的 咱们来看看元气少年 这个华丽营豹 这两无牺串的话 也是这个 呃 哇 来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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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元气少年 还是 把你引爆啊 这个瞬间就把对方给击杀了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